欢迎回到2011大选论坛 现在我们请刘南生先生提问 我想提出最后一个问题 公司税率是否应该下调 大多数加拿大人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我们不应该下调公司税率 因为统计数据和各方面的资料显示 过去五年来 哈坡政府为公司下调税率 得到实惠的是公司的高级管理层 在这些公司中 有很大部分还是外资控制的公司 所以我们认为 我们可以更好的使用这些钱 我还要澄清一点 下调公司税率并不能创造就业机会 美国的公司税率是36% 而我们要把公司税率下调到15%吗 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如果下调公司税率真有这么好 美国人早就已经这么做了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给予公司的钱 投资在日托服务 教育计划 退休金计划 医疗护理计划 还有环保计划 不应该把钱和时间浪费在根本不能创造 工作职位的削减公司税率上 我们还要帮助中小企业 让他们雇佣更多的大学生 和专上学院的学生和毕业生 甚至包括高中毕业生 削减公司税率是不可行的 我们认为 应该把公司税率维持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一个与国际社会相一致的水平 目前我们的公司税率 属于全球最低水平 我认为 这对加拿大人并不公平 因为在为公司下调税率的同时 加拿大人的个人税率却在上升 我和我的朋友们都很关心的是 我们需要改革我们的税收系统 让低收入者不需要支付太高的税 比如低于二三万元收入的人士 我们需要帮助这些人 让他们不需要付税 而为那些大型企业减税 为他们提供几十亿元的税务减免 这么做是不合情理的 那些银行家 Base Street上的银行高管 每年光是分红就有几百万元的收入 而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 所交的税金 却用来帮助这些银行老板们 我们认为 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市场 公司税率不应该这么低 这是很可笑的 简直就是在侮辱加拿大公众 我们要做的是 下调个人税率 公司税率应该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让我告诉大家 如果美国公司在加拿大运营 享受加拿大的低税率政策 他们必须要在美国补贴更高的税 因为美国政府并不乐意 看到美国公司得到我们的税务优惠 结果就是 我们的税务优惠 反而是用来帮助美国人支付医疗和教育 税率下调提供的职位 遍布到海外 这方面加拿大现在的声明很坏 因为我们不再遵守 加拿大本地从商所遵守的道德准则 我们新民主党要为小企业商家减税 因为是小企业在制造本地的工作机会 我们还会为每一个提供加拿大职位的公司 提供4500元的税务优惠 让这些钱来帮助加拿大人 而不是海外公司和企业 是的 我们一定要支持这个国家的支柱 那就是一批年轻的 有活力的企业家 在我们的社区 提供和创造工作职位的是这些小企业主 小商家 他们才是提供最多职位的 我们要把工作重点放在他们的身上 以及放在雇员们身上 这样我们才会更为自己的社区感到骄傲 我们也会更加努力 因为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回报 我们不能打击人们的积极性 而是鼓励他们工作 通过下调个人税率和小公司的税率 他们就能得到激励 大企业 跨国企业是很无耻的 他们今天来到这里 利用我们的资源 明天就离开 留下一堆乱摊子 让我们纳税人来清理 我们要阻止他们这么做 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们并不反对一些 在本地社区拥有大量雇员的大公司 这是好的 但是我们要让他们负起责任 我们为他们提供税务优惠 不是为了把这些钱交给董事局发放红利的 是要他们做出在投资 投资在加拿大的经济和就业市场 我今年47岁了 我从4岁起就关心加拿大的政治 我知道在我20岁的时候 公司税的收入约占加拿大纳税总额的60% 加拿大的个人税收占40% 而现在完全相反 加拿大工人和他们的家庭要支付75%的税 这就是问题所在 哈普先生在英语电视辩论上说 他不是在削减公司税 他说4年前国会就通过为公司削减税率 他说的不是实话 我们自由党要把公司税率恢复到21% 同时使之具有竞争力 现在我们的公司税率在八国集团中是最低的 我们并不需要这些 我们所需要的是医疗保障服务体系 保障日拖和教育系统 我们会把资金用于补贴新毕业的学生 用于帮助中小型企业 他们才是加拿大经济发展的引擎 我还要说 在加拿大八个儿童中就有一个儿童处于贫困线上 这是存在于加拿大的一个事实 不是在其他地区 我们需要为家庭减少税务负担 让他们能够喂养和培育儿童 让儿童能够健康成长 生读大学 而不是因为无法养育儿童 导致年轻人失足进监狱 在监狱里受教育 这些公司缴纳的税款 得到的回报是拥有良好的免费公立医疗服务 而不是像在美国 这些公司要支付很高的医疗保险费用 他们还拥有教育素质很高的职员 而不是像在欧洲 公司要为未来的员工大学教育提供补贴 所以说对公司征税并不是不公平 他们得到的是很有价值的回报 感谢各位候选人的精彩辩论 休息之后我们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